到底要不要延长学校假期 教育部还没有定案 而掌管马六甲教育 高等教育和宗教事务的行政议员 纳杜拉莫更倾向于延长学校假期 但他还是会遵循教育部的最终指示 纳杜拉莫出席开放门户活动后指出 他认同副首相纳杜斯里阿莫扎西的提议 也就是延长学校假期来应对炎热天气 同时也表示会跟随教育部的指示 在天气炎热时禁止一切课外活动 早前也是国家天灾管理委会主席的 阿莫扎西说 内阁会在近期召开会议 商讨是否延长学校假期 让学人在家避暑